苏州的张阿婆在线争孙女婿 她给孙女准备的嫁妆是这栋江南别墅 各位抱歉 坠续阿怪先去报名了 阿婆家位于姑苏古城第一街的关田街 经典的苏式老宅 两层加起来有尊贵的40个平方 面积有点紧巴 但据可靠消息 这里一平方要卖10万 难怪相亲的人都排到法国了 也看老宅很值钱 附赠的毛病一大堆 由于一层被邻居包围 采光一点没有 关了灯 那叫一个五指不见身手 其次家里的命令楼梯不停抖 还带两个拐角 兑换有高血压的阿婆非常不美好 下楼要不五分钟 要不五秒钟 最后是老宅致命的缺点 实在太潮了 知道江南的美人都是水做的 没想到房子也是水命的 潮气不仅导致全家的电线坏了一半 而且墙面都开始发霉掉墙体 阿婆表示孙女找不到对象 都怪这房子太破 赶紧摇来个美人改造一下 设计师使南乔听到委托人的召唤 挺身而出 老宅分为上下两层 进门是个红色的小厨房 阿婆表示这颜色看起来喜庆 接着是客厅 穿过走廊就是卫生间 最里头藏着阿婆的卧室 二层分散着两间卧室和卫生间 老天使一问才知道 四十平米的房子 最多的时候住了五口人 随着老伴去世 三个女儿出嫁 只留下77岁的阿婆独守空房 好在孝顺的大女儿 每天都会骑一小时电动车来照顾老母亲 早上六点半到 晚上十点半离开 风雨无阻 全年无休 还有孙女甜甜到了周末 也会回来陪伴外婆 作为画家的孙女 把家里发霉的地方都用水彩盖住 主打一个眼不见为敬 勘查完房子 到了委托人许愿的环节 大女儿提出要搬回来和母亲一起住 这样方便照顾老人家 孙女要兼独立画室 阿婆提出改造的同时 或许顺便能帮她物色个孙女去 老天使得沉默 震耳欲聋 改造第一步 请出差家小分队 什么楼板隔墙通通砸掉 只保留老宅的框架 第二步对空间进行重新布局 楼梯作为三八线 左边将作为公共区域和画室 右边安排三间卧室 但老宅的层高仅有5.5米 向上加建也不可能 作为空间魔法师的老天使自有办法 他想出三字口诀 分别是找 手 便 找出天花板上方 屋顶下方的高度 足足有一米 工人又往地下挖 发现地板下方藏着建筑垃圾 足足有20公分高 这样一来 6.8米的层高就能玩出花了 下面要解决潮湿难题 工人先是铺设双层防潮膜 再盖钢丝网进行支撑 最后浇上混凝土 保证一点水汽都飘不上来 省就是省空间 全屋采用青钢龙骨 瞬间省出5厘米的高度 老天使打算用错层楼板 代替平层楼板 三间卧室的高度 分别能达到2.6米 2.1米 1.9米 这高度 也就姚明柱不进来 改造第三步 解决老宅的采光问题 老天使先是在二楼中间 做了一个采光天体 其次在不破坏历史风貌的前提下 给屋顶开了两扇天窗 随着家具安装完成 百年老宅获得重生 张阿婆一家三口来收房了 推开门就是个入户花园 瞬间勾起阿婆的种菜魂 把视线移到室内 这配色也是没水了 像是把苏州博物馆搬进家 大神设计师就是不一样 沙发上方的楼梯 高度进行过精力计算 不用担心磕脑壳 中间的圆形天井 不仅增加了采光 同时让小空间没那么压抑 下面看到的是厨房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阿婆喜欢的中餐 大女儿和孙女喜欢的西餐 都可以在里面解决 厨房上方留有长长的天窗 白天都不用开灯的 主打一个省电费 走廊新增水吧 在这里泡茶泡咖啡 别提有多惬意 水吧隔壁是卫生间 是老设施虽迟弹道 阿婆将来可以坐着洗澡 不用担心摔跤了 一层最里边就是阿婆的卧室 看得阿怪都想住进去了 窗户外边就是满墙的绿植 再也不是邻居家的破墙了 阿婆立马去体验新床 开心地像个900个月大的宝宝 卧室新增落地衣柜 多少东西都塞得下 沿着平缓的楼梯来到二楼 先看到的是孙女的画室 古典和现代完美结合 简直太好看了 屋顶的天窗 把自然光线很好地引入室内 画室里还有水石 老天使是懂艺术生的 三个储物柜 是为颜料和画画工具量身定制的 孙女都笑发财了 画室隔壁是孙女的卧室 通透敞亮 她一人拥有了一整层的空间 阿婆表示 二楼也有个厕所 经典的干湿分离 和之前的是复制粘贴 下面看到的是大女儿的卧室 茶台是为她定制的 老天使上门揭秘彩蛋 首先入户花园里 配有鞋柜和换鞋灯 臭鞋子以后就搁转 其次全屋铺设了地暖 还有三台除湿机 再也不用担心潮湿问题 客厅的茶几变形后 坐下十口人不成问题 最后厨房里配有 智能折叠门窗 厨房也能和小花园融为一体 拉出灶台底下的小桌板 阿婆就能和老姐妹 享受花园下午茶 按照惯例 最后晒出账单 一共花费了35万元